老婆 啊 你这大脑子在干什么你 手上手上这上面落的都是灰 你瞅瞅擦一擦 我说你天到晚就瞎干净 你怎么瞎干净了 你这胡杂招 你看你放了百多二十年了 你从来都不是擦 都是我擦 哎老婆 嗯 你放一擦先 你看你以前 你看这头发多多 你看这 你看你看 你看现在这地方都凸了 看没看 你看以前他长得挺帅的 那时候我记得我给那个 给我那个同学看吗 我同学说 哎呀你老公长得挺帅呀 像那个韩国人 你看你现在脑袋 哎呀 这愁营呢 风采虽然不在 但是风光还依旧 哎呸 得了吧那个 啊对老婆 嗯 想问你一件事 啥事啊 你这当初追你人也不少 你为什么单单选我呢 你猜一猜 我猜不着 咱俩拍婚纱照的时候 我教你踩啥了 踩了好像这个箱子吧 为啥踩箱子呀 你个儿矮呀 对呀 不就是因为你个儿高吗 嗯 当时你看哎呀 一米八八 身体也挺壮的 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人追我 为啥选你了 就因为你个儿 海拔最高 为了下一代考虑 所以呢就选你了 就看我外在美 不看我内在 现在美不看你内在美的 你看 外观看外表 不热 身体好 把个儿高 长得帅呗 帅也就一般般 就是大个儿 挺带也型的 那那句话怎么说的 有句话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大高个儿门前站 不干活也好看 是不是那么说的 我去您是当花瓶啊 以前那个楼下阿姨看着 哎呀你看你对象的大个儿 我真让人羡慕 真是她那阿姨老跟我说 什么大高个儿门前站 不干活也好看 是不是那么说的 那你个意思 完了我就给我当花瓶摆着呗 就看你这个个儿高学你 要不能学你 像真格是 我那时候怎么了 我那时候有 有好几个美女追我 你可得了吧 那几个美女追我 怎么你还不信呢 真的 哎呀 哎呀 追一下这小铃小鸡仔 哎呀那你怎么没看人说呀 你看小媳妇长得真漂亮 你怎么没说 没听这个那个 再怎么漂亮没用啊 害怕不够白费呀 还一天晚上臭美 哎 那当初真是一不小心 让你骗到手 我怎么害怕不够了 有害怕不够了 害怕不够 当时不就是因为看你个儿高 去找你呀 要不然能找你呀 追我的人那么多 骗他找你呀 你哪出书啊 就唯一那个海拔出书呗 一米八八呗 你知道我当初是 不是脑子短路了 找你了 哎 真是 给我骗到手了 我告诉你啊 得对我负责任 你看 当初没给我骗到手的时候 那家伙温柔的 那比猫还温柔啊 我骗到手了 那家伙变成老虎了 比老虎还老虎 哎呦我的妈 哎呦我的妈